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教新课纲中技术型高中综合活动领域课程纲要 简报将从新课纲的改变 素养导向的教学与评量 行政配套措施 以及如何安排各类型的跨域学习等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的综合活动领域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 第一章节 12年国教新课纲改了什么 12年国教新课纲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的理想 定定自发、互动、共好的理念 希望适信养财成就每一个孩子 因此订定了四个总体课程目标 希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 成为解决问题的行动者 从99课纲到新课纲 可发现仍然重视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但是更强调核心素养在专业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综合活动领域课纲 也依循这样的原则进行提纲切领的规划 新课纲以学生为主体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不但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更要重视能力的增进及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依据总纲的核心素养 转化及发展为综合活动领域课纲 及领域的核心素养 再对应发展各科目之学习重点 综合活动领域包含生命教育 生涯规划 家政 法律与生活 环境科学概论五科目 生命教育 旨在透过价值选择 建立自我生命的终极信念 培养哲学思辨的能力 实践生命价值 学习重点包括五个类别 哲学思考 人学探索 终极关怀 价值思辨 与灵性修养 生涯规划以深入分析 与统整个人特质 发展职业兴趣 与休闲生活的知能 连结人生各阶段的发展任务 具备生涯转折与调试的能力等 为主要学习内涵 学习重点包括八个类别 成长历程与生涯发展 自我觉察与整合 自我调节与态度培养 生活挑战与调试 教育发展与职业选择 职业生活与社会需求 生涯评估与抉择 与生涯行动与实践 家政以人际关系与爱 生活管理 生活食物为核心内涵 学习重点包含五个类别 饮食 衣着 生活管理 家庭 及职场预备与形象管理 以培养学生具备健康家庭知能 生活应用与创新能力 及国际视野 以提升个人及家庭生活品质 法律与生活 以强调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学生 在生活中可能遭遇的法律问题 及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能力的建构 学习重点包括四个类别 法律概念 公法与生活 司法与生活 及劳动关系 法治与生活 以培养学生认知己生应有权益 在就业时能积极运用所学 保障自己 进而督促雇主或企业遵守国家法令 并善尽社会责任 环境科学概论 兼具理论知识与实力运用 除基本学科知识外 各单元的教学 能以环境议题的实力 引导学生思考 探究与讨论 学习重点包括六个类别 环境议题的冲击 环境科学基本概念 能资源的管理与应用 污染与废弃物的处理 公平正义与社会责任 及环境伦理与永续发展 综合活动领域的开课方式 综合活动领域与科技领域共七科目 各校可自七科目中 自选两科目四学分弹性开设 综合活动领域在这次的修订中 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 落实核心素养 连贯各教育阶段学科内涵 与统整跨领域科目 引导学生进行体验 省思 实践与创新等学习活动 建构内化意义 涵养利他情怀 新课纲将九九课纲中的七个课程目标 更精简且聚焦地浓缩为三大课程目标 促进自我与生涯发展 实践生活经营与创新 落实社会与环境关怀 在这样的理念及目标之下 综合活动领域课程纲要的核心素养 延续了三面九项的具体内涵 不论是在自主行动或沟通互动 都能培养学生自我精进的能力 并能涵养服务 关怀 利他的情操与行动 主动关注公共议题 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关怀自然生态与人类永续发展 12年国教综合活动领域新课纲中 技术型高中新增加了生命教育 目标是透过价值选择 建立自我生命的终极信念 培养哲学思辨的能力 实践生命价值 生涯规划目标在于 提供学生对生涯规划之学习经验 基本概念与演练机会 增进自我了解 以帮助未来的生涯评估与抉择 家政目标在于增进学生家庭生活品质 并配合12年国教 以自我与生涯发展 生活经营与创新 社会与环境关怀三大主题轴 为课程发展基础 内容涵盖饮食、衣着、生活管理、家庭 职场预备与形象管理等五大类别 新课纲法律与生活的学习重点 除将九九课纲原有之核心主题 整合为法律概念 公法与生活、司法与生活这三个类别外 另新增了劳动关系法治与生活类别 新课纲环境科学概论 着重于从环境伦理与公平正义出发 理解人类对环境思维的典范转移过程 除了人口、粮食问题及能资源的取得与分配外 加入企业社会责任、环境倡议 与21世纪议成的概念 综合活动领域课纲的课程设计原则 除了配合三面九项的核心素养 更希望能够融合各专业群课的需求 以及各个学校的地域发展、校园文化 规划开设多元的综合活动选修课程 引导学生能够多元学习、发展潜力 除了学科专门素养的培育之外 课程设计是重视横向统整的群科连结 协助学生探索未来职业的发展及融入议题 这是12年国教新课纲的重要特色 重视议题的连结、延伸、统整及转化 以培养关怀社会的素养与能力 第二章节 素养导向教学与评量怎么做 新课纲所谓的素养 注重知识的实践 特别强调情境化与脉络化的学习 希望学生在学习任何一项知识的时候 就能体会发觉它潜在的应用性 在教学时 素养导向的教学需符应核心素养 学生学习重点包含了学习表现和学习内容两部分 在生命教育学习中 以当宠物生命即将结束为例 了解所有的生物生命之有限 人一同 先由宠物的死亡 引导入当至亲或自身面临死亡时 应如何因应 透过回想关系的成立 及生命终结善终方式的选择 学习如何培育关怀 感恩 利他等素养 在生涯规划的学习中 可以用自己的家庭为例 向家中的长辈 或较长碰面的亲戚请教 他们在以往的生活历程中 觉得最重要或是最有影响力的事情为何 以及该事件对后来的影响是什么 让学生思考生活及生命上会遭遇的问题 藉由与别人互动的过程 增进社会参与的素养与活动 在家政学习中 例如设计一个题目 请为65岁长辈设计一份夏季餐点 请考量营养需求 且需符合当季及减碳食材 学生需评估食材特性 掌握各生命阶段营养原则 运用适切烹调技巧 进行膳食计划与设计 让学生能辨识及处理 生活与社会中的各种困境或危机 并能进行生活的规划与创新 在法律与生活的学习中 以学生在餐厅打工 适用其一个月没有劳保 实薪100元 在上班返家出车祸为例 其核心素养为 具备道德与法律思辨的能力 学习重点则为 学生应了解劳动法律的意义与功能 了解劳动条件的权利保障 从而知晓职场生活与劳工之基准保护 在环境科学概论学习中 以杰尼规的案例 讨论人类经济活动 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或破坏 并了解能源的种类 品质及效率 储存量 污染及成本 并认知能源利用的灾害风险 主动关注公共议题 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关怀自然生态与人类永续发展 综合活动领域五个科目中 各有其适合的评量方式 评量方法以适当而多元 可运用书面报告 口语评量 实作评量 档案评量 纸笔测验等方式实施 第三章节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B学校据以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章节 综合活动领域 跨域 跨科学习 跨域学习 强调结合各领域 科目的学习表现和学习内容 应用于理解或解决真实情境脉络中的问题 可分为一般科目跨一般科目 一般科目跨专业实习科目 及专业实习科目跨专业实习科目三种 12年国教新课纲 以八大领域及十五群科为基础 促成跨领域或跨科目的教与学 介绍与一般科目的跨域学习 在如何安排跨域学习方面 以综合领域核心素养 确立适切的人生观为例 跨国语文 培养健康适性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 跨艺术领域提升生活美感及生命价值 跨社会领域培养健全身心素质 跨健体领域探索自我观肯定自我价值 以生命教育科学习表现 能掌握哲学、生死议题与宗教的基本意涵 及其和人生的关系 以建立自己的人生终极信念为例 跨国语文能认识文章的作者生命态度 增进思辨的能力 跨美术科能表达对美感与生命价值的多元观点 跨公民与社会 培养学生认同自我或不同群体的主体性 跨健康与护理 来抒发自我诠释生理、心理、社会及心灵健康的感触 以生命教育五大学习重点中的终极关怀为例 跨国语文领域 结合作者的生命历程 及作者感怀情志 如何在文章里抒情 学习如何面对生命的困境 跨艺术领域的美术 欣赏宋代书法名家作品 提升生活美感及生命价值 跨健康与护理 在社会困境中 学习心理与心灵的抒发 跨公民与社会 体会权力进逐中 如何肯定自我主体性 生涯规划跨其他一般科目领域 例如跨国语文领域 利用国语文的素养 描述职业性质 跨健康与体育领域 明了家人的职业 与健康情况 跨数学领域 计算家人工作的时间 与年资 跨社会领域 了解社会与个人发展的过程 也可以结合艺术领域 培养家人的艺术品位 与文艺嗜好 家政 跨其他一般科目领域 例如 跨自然科学领域 从食材料里所产生的化学变化相关联 跨健康与体育领域 以人体营养需求为考量设计餐点 跨数学领域 学习计算不同生命阶段所需的卡路里 跨社会领域 了解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体系的变迁 也可以结合艺术领域 利用艺术的素养 学习食物的摆盘 餐桌设计与用餐环境布置 介绍与专业群科的跨域学习 跨专业群科的教学设计 以先整合综合活动领域的知识 能力、态度的基础 强化情境化、脉络化的学习 如针对家政群的学生 可以用家政相关专业领域的系统思考 面对问题时能以创新的思维 推理、判断及反思 并含于人文关怀的品德 尊重与关照顾客之需 有效带动专业学科的实践与应用 生涯规划跨专业群科的教学设计 针对家政群的学生 透过家政群相关专业领域知能 学习规划家庭消费行为 了解家庭经济情况 以及一般性的消费与支出 引导学生运用多元家庭资源 学习解决家庭消费活动时 所可能遭遇的问题 进而培养理性的消费决策之能力 培养学生合一适切的消费能力 与购物态度 家政跨食品群的教学设计 针对食品群的学生 透过食品群相关专业领域知能 强化学生食品加工 应用及设备维护之能力 透过系统思考 分析与探索 解决专业上的问题 并培养食品加工的职业道德 及安全规范 例如学生可以在节庆时 制作相关食品联系家人情谊 发挥专业知能 推广粮食永续知识的概念 法律与生活 跨商业与管理群的教学设计中 以兼职打工此一单元的 学习系统思考为例 其本科目之学习内容 为了解劳动条件的权利保障 及了解劳动法律的意义与功能 而对应到商管学群的专业科目 为商业概论 对应到商业概论科目中的学习主题 则为商业法律 第五章节 议题融入 生命教育融入环境教育议题 例如政府在湿地开路 破坏黑面皮路等水鸟的栖息地 墾丁的珊瑚礁因观光修器活动 和过度鱼捞及污染等因素受到伤害 破坏生态的平衡 引导学生思考 尊重生物生存的权利 人类应如何在经济开发 与生态保护之间进行权衡 进而与学生讨论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法律与生活融入人权教育议题教学事例 使学生了解基本的刑法知识 对自身行为是否涉及刑法 有更深的认识避免涉入 此外也能主动关注公共议题 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更希望透过议题的思辨 能培养沟通与符号互动的能力 同理尊重他人意见 展现高度公民素养 第六章节总结 综合活动领域 丰富人生 美化生活 关怀社会 改变从我们开始